字幕提供 会飞的蝸牛 一般我们认识的蝸牛 不论在陆地或大海 应该都是像这样慢慢爬行的生物 但在海中 其实还存在一群会飞的蝸牛 它们就是能在海中拍动双翼 像是飞翔一般的海天使 这生物主要生活在南北极海 也能在日本的被害到看见它的足迹 甚至还能在超市中买到它 背上的壳会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消失 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可蝸牛 原先的腹竹也会逐渐特化成它的双翼 躯干中心有个红色 常被误认为是心脏的部分 其实是它的消化器官 但也因为翅膀 红心这样的外形特色 被认为是带来幸福的象征 拥有这对翅膀 让这仅仅3公分的个体 也能以秒数10公分的速度移动 相较于秒数0.2公分的蝸牛 这可快得多了 也别看它娇巧无害 却是个十足的肉食性猎人 它们尤其喜好捕食罗类 一种外形相似的生物 海蝴蝶更是它最喜爱的故事对象 在发现猎物的时候 海天使会快速伸出它三对口锥 牢牢抓住猎物的外壳后 在大口袋时 猎物毫无反击之力的肉体 想不到的天使也有恶魔的一面吧 河豚 一般你想到的河豚 不是看似那可爱圆滚滚的生物 就是被大师料理后的佳肴 而当初我看到游戏这样的说明 一直以为是误把 海豚打成河豚 后来我去查证以后 原来是我才出学浅 原来部分河豚也是海豚的一种 依照生物特征上 目前典型的淡水河豚 主要分为四大类 第一种亚河豚 亚河豚主要栖息在亚马逊流域中 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淡水屠 体表颜色有黑有灰有白 最为人知的则是粉红色的外形 背上无常规的鱼鳍 而是以它隆起的背脊取代 脖子非常灵活 可以左右大范围摆动 方便猎食 有时会与同区域的土库河豚一起行动 第二种 恒河豚 恒河豚主要齐息在恒河和印度河流域中 体表大部分为灰棕色 外形特征最明显就是它那狭长的嘴会 跟显珠的牙齿 因此浮出水面的时候会被误认成鳄鱼 视力基本上已无作用 捕食主要靠超硬波的回生定位 第三种 白祭屯 也被称作长江女神 主要积齐在长江流域 体表上半为蓝灰色 下半为白色 去研究 这样可以让它有更好的保护色 介于躲避猎食跟接近猎物 但随着栖息地被人类逐渐侵蚀破坏 让这4000万年前存在的活化石也难以生存下去 已经在2006年被判定为功能性灭绝的物种 一种拉河豚 拉河豚主要侵袭在南北中东南部沿海 是生活在海里的淡水河豚 体型相比另外三种更小 体表颜色为灰褐色 因为视力也不好 与恒河豚一样无法依靠视力捕食 最后介绍的是 枪棘鱼 是被称作活化石的物种 至少存在于4亿年前 原本判定在6500万年前 已经跟恐龙一同灭绝 直到1938年 12月在南非 以及1997年在印尼 发现的目前为二与之极为相似的物种 毛尾鱼 人们才得以对这物种进行深度的研究 生物学家认为 它与肺鱼一样 是鱼类往陆丁迈进为 氏族动物的主线之一 主要栖息在 90到200米的深海中 最为特色就是 具有8个鱼型 所以有8起怪鱼的称号 在黑暗的深海中 可以依靠自身特殊的感知器官 让它轻松捕获猎物 那最后聊聊 韩版目前最新消息 7月2号 韩版正式发布了关于 不可视点0的相关讯息 新地图跟怪物 新地图中 T5材料跟高阶野外精装的掉落率会提高 新的三种新雕像 看来又是一场地图王的材料争夺战 新增 新的担任副本 不祥的礼拜堂 副本中会降低玩家的抗性 跟HP会浮量 而有人关心的新住宅区 自由城也预计开放了 但目前具体套用的范围未告知 只知道排除了现有住宅区的争议区域 方便的功能来了 可以一键切换雕像跟装备 按惯例的每月固定新增的更多装饰性道具 还特别把海螺系列拿出来了 职业系统等相关 根据现有情报整理有 1.铠甲 魔防提高 皮革 窗防提高 长袍 户防提高 并调整相关被动 P5部分制作装备可以强化到-25 所有单人副本可以每天免费进去一次 PPP死亡惩罚下修 冷却时间减少1小时 PPP模式下 攻击加5% 收集测增加 部分任务 交易所 见面 调整等 更新计划 8月 新的争夺地图 9月 更多的伙伴 10月 职业二转 具体更新时间未定 可能还在被自己的国际线拓展高始终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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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